近年来,随着国内水下摄影舞蹈视频频频出圈走红网络,水下摄影再次出现在人们的视野。 在济南,有一位85号美女水下摄影师赵珍珍,在自己的摄影馆里专门搭建了一个长宽4米,高2米的水池,为慕眠而来的顾客拍摄水下写真。 9月24日,记者在济南势利夏区的一家水下摄影馆内见到了这位美女水下摄影师。 她身着黑色潜水服,正仔细地教授顾客下潜尝试,并设计拍照姿势。 水下摄影是今年,今年刚开始,我之前的话就是从事化妆造型大概十几年的工作经验了, 但接触潜水也是因为认识我老公之后,觉得这个东西也是很刺激很好玩,我就开始跟他学潜水。 学完潜水之后,我就觉得,这个东西既然我愿拍照,那我也想给更多的姑娘们拍出在水下更好看的照片, 这样的话我就去接触了这个水下摄影这一块。 2017年,赵珍珍因潜水和爱人高路结缘,出生于1984年的高路,是一名有着七年以上潜水经验的潜水教练。 2018年底,两人结合各自的优势,在济南创办了这家摄影工作室。 今年5月份,新增室内水下摄影,赵珍珍负责水下拍摄,高路负责布置灯光,紧急救援等。 截至目前,前来拍摄的顾客以年轻女性为主,已有一百多人。 我是潜水教练,年前左右吧,就开始接触潜水,在16年的时候考取了潜水教练执照,然后开始教这个潜水,很早就在海里面开始拍了。 近几年因为疫情的关系,然后没有能出国,没有能在海里面拍,所以说我们想说把这个水下摄影能不能带到我们城市当中,我们就做了一个像这样的水下影棚。 记者在拍摄过程中,遇到了前来拍摄的九五后姑娘,潇影。 她告诉记者,因为看到网络上水下摄影舞蹈节目,感觉非常好看,所以想来体验一下。 从一开始一点都不会运用,第一次尝试水下摄影。 心里想的时候,感觉应该会有点难,但是真到自己亲身感受的时候,有教练教着什么,其实还可以。 大家应该多拍一点这种,我感觉这种应该比较引流潮流,好看一点。 对于不会游泳的顾客每次拍摄前,赵珍珍首先教他们把头部露出水面练习臂气,再一点点潜入水中。 熟练掌握简单的水下臂气方法后,便开始教他们在水下摆出优美的动作。 不会游泳的效应,就在赵珍珍的鼓励和帮助下,学会了短暂下潜,并在水下摆出了一组唯美的动作。 我会研究一些基础的水下伸展的动作,它比较好掌握一些。 在水里的话,这个延展性会更宽广一些,这样的话衣服啊,飘逸感会更强一些。 对于我们就是爱拍照女生来说的话,觉得自己特别像在水里的一个仙女啊,精灵的感觉。 因为以前学过跳舞,所以一些指导的舞蹈动作上面还是比较有经验的。 为了符合年轻人的审美需求,赵珍珍和高露参考火爆网络的水下摄影舞蹈视频,结合当下流行的中国风元素,策划出众多与传统节日相关的主题摄影。 赵珍珍借助汉服,起跑美人鱼鱼尾裙等服饰,加之优美的舞蹈动作,推出中秋节嫦娥奔月,奥运会水下足球等不同风格的水下写阵。 我们在这个中秋节之前就想到了一个点子吧,然后是一个嫦娥奔月的一个这个主题。 我们首先是在嫦娥的衣服上就做了改良中式的这个一个汉服吧。 最主要是月亮,月亮是最难办的,因为是时间很短。 我在这个道具上就是很难的一个钻孔啊,吊挂呀,这些还是对我们挺考验的。 通过新颖的这个水下摄影,然后让大家一个是更了解水下摄影,在水下摄影里面还能更展现中国文化元素。 为将水下拍摄的全过程呈现给网友,夫妻二人在社交平台上做起了直播,在线解答网友疑惑,并收获了近十万分损。 我们现在有做这个抖音上的直播,开始没有想到效果会那么好。 我们也通过直播间这种方式,让人去了解在水下的照片视频是如何拍出来的,让大家了解这个东西其实没有那么贵,然后平常人都可以办得到,然后都可以拍。 凭借着高超的摄影技能以及丰富的水下摄影主题,夫妻二人的水下摄影馆受到众多年轻人追捧。 谈到未来的打算,赵珍珍和高璐表示,将会创新出更多不同的水下摄影主题,用两人微薄的力量普及水下摄影,让更多人感受水下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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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